我是朱镬老师张老官 这节目讲自由阶段采运好的段法 自由阶段 大家还知道什么自由阶段 我想一下 是不是时商大于关是吧 时商能力量大于关 当然如果要综合看时辰的话 是不是还要看笔节 其实笔节 笔节升时商就可以看着时商 笔节可以当成时商来看 才是升官的 才其实就可以当成官来看 所以说我们总结成两句话 两个点就是时商可观 比如说就不看笔节财了 只是说他们是升他的 就是力量转移在这方面 直接说时商观就行 在六条里 大家如果要学的话 我后面也会讲 像是什么子孙六五可观 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人到底干嘛 怎么看自由阶段采运的财运 三个步骤 断除自由阶段上班的 这个我们很好断了 根据什么比较时商财官的旺度 断除负命平命 这我们也会断了 就根据一些高级格局 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那个高级技法的负命平民的格局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 那如果列出很详细 断除旺穿 循如神 根据下面的方法来断 这才是真正的断法 第一个 声望和从右格 时商运 如果是声望 你走时商 是吧 财运肯定好 你做财呢 当然财运也好 走官呢 财运也好 走官比较特殊好 投资大 难念现前 有的人你看他的公司特别大 看着这个大老板 但是你问他有钱吗 没钱 他就是走官运 就是说财运确实好 但是全部投入了 深弱和从旺格 比如说人员 我举个 这个吧 举个实际的甘知 如果是原来假牧 是深弱 走比捷运才运也好 比如说走个仪牧 是不是财运也好 有合伙和求财 有分财之下 接财是朋友吗 他的财是不是就合复来的 是不是还要分呢 应运才运好 如果走一个人水 是不是财运也好 有机会 有贵人 钱才进不得出手 有时候你看 你进不得花的手 就是因为走不易运 实际客观财运好 虽然困难之后 自己努力 赠钱 实际客观挣钱 还是挺难挺累的 但是你们震到 你看有的人 开饭店 骑到他还特别劳累 你看那个那个那个 捡垃圾的 收费品的 也是特别累 但是人家也没挣到钱 那就实际客观是吧 别累了 好的 今天课呢 就这样就过了 对 那